关于这个呢 我再给大家强烈一下 咱们对中想要干件什么事情 首先第一点 我在实际开发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浏览器有可能会访问 index.py 什么login.py 什么resist.py exit.py 有很多点py这个请求方式 那么我一般为了能够更好的 显示这个页面的内容 显示下一个页面的内容了 怎么办呢 往往要做的一件事情 你请求的URL一般会对应于一个函数 你请求的某个URL 就有利的 比方说你请求的是 这个叫做 什么127.0.0.1 写上端口 是吧 7890端口 然后你请求了一个叫做index.py 那么咱们就把你这个请求最后的这个东西 让它服务的时候呢 对应到这个函数为它服务 不是这个函数 是哪一个呢 是 是下面这个函数 是对应到这个函数 让它服务 当你去请求另外一个请求的时候呢 咱们让它用这个函数来服务 能听懂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最终 咱们再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会把它对应到一个函数里去 就这个地方呢 就变成了center.py 听听就是我的意思了 那么这是核心点 就是出发点在于实际开发就是这样的 一个URL的请求 对应的一个函数 可能这个函数的处理比较复杂 也有可能这个函数就掉了其他的函数 这都有可能 但是你一定有个东西来对应 来这个请求 我来怎么办 大家应该知道 有一句话叫上有正和 是不是下有对特 有这句话是吧 你出一个方案我就有配合的东西 你出一个东西我就配合的东西啊 一定是这种东西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来了一个请求 我一定是有个地方为你服务呗 这是出发点 那么这个出发点第一步 确定好之后 那关键点就变到了 我怎么来去实现 当你的请求是indexed.py的时候 我去掉这个函数就完了 当你的请求是center.py的时候 我怎么去掉这个函数 请问是不是就落在了 怎么去掉它的过程上去了吧 通过if来判断 你这个字符串 这个名字是谁 你的字符串 这个名字是谁 去调用向的函数 这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随着你将来 编写的代码的功能越来越多 那么有可能有20个 50个这样对应的函数 你将来再去写这个ifelf 就显得比较麻烦 你意思怎么做呢 用字典来做 当然除了用字典来做之外 你可以用原主 用这个列表 列表里边欠套的原主 那也可以实现 那么不管怎么说 都可以实现 我无非是找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字典给你实现而已 那么这个字典里边 很简洁 就两部分 一个叫做key 一个叫做value 我怎么办呢 我让你将来对应的 这个index字幅串 当做key 你将来要访问的函数 当做函数的引用 当做value字 对了函数的引用 不是这个名 而是一坨地址 函数的引用 是一坨地址 而不是这个名 那么 就像我原来给大家说的 A等于100 说明了A指向了100 对吧 那B等于A 说明了什么 B也指向A 那么仅仅是引用 而不能说它的名叫A 仅仅是引用 那么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的目的就从 if else这种判断了 变到了这个字典里边 该怎么去赌装 这样的key value 手动赌装 这是它的一个表现 手动赌装 手动赌装能行 没有任何问题 咱们演示过了 但是呢 有自动 肯定不用手动 能开自动挡的车 是吧 当然就不用开手动挡 手动挡的车 你像在北京这种地方 像上海这种地方 你在市区里边 对吧 你开个三公里 八公里 是走20厘米停下 走20厘米停下 挂上 台上离合 挂上一挡 然后海洋油门 来拽下来 再挂离合 再拽下来 再挂离合 再拽下来 你只要开两天 你的腿就特别累 这是百分之百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呢 在北上广这种地方 我建议你 极力建议买自动挡 别省了两万块钱 买个手动挡 能累死你 好了 那么 那么在这个地方 大家回回来看了 我用自动的 肯定比手动的强 强在哪 怎么用呢 第一点 他们嘴挑 我应该保证一件事情 是在我去调用 就是用这个字典里边的数据之前 我就应该保证已经有了 你说对不对吧 那么我在调用这个字典之前 我就应该保证 已经有了 可以歪流 所以说手动方式 可以直接写 那么自动方式怎么办呢 又因为装饰器 是这个模块 在执行的时候 它就被执行了 而不是因为 你掉这个函数 它的执行了 那么咱就利用这个特点 那么装饰器 这是一个目的 就是咱们用装饰器 装饰器只要派的解释器 来解释这个代码 它就被执行了 因此不用手动掉 它就执行了 那么咱要让它做一件 什么事情呢 你的目的不是在于 让它有这个字典吗 那我就让你有字典 就解了 首先我刚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说的一种方案 是这个地方不写参数 对不对 我这个地方不写参数 然后呢 把里边的这个值 把这个名了 咱们是不是改成了 是不是这个名 改成了这个名 那么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个地方 也没有这个参数 没有这个参数 改成这个 干什么呢 你拿着你的index 到这里边 传到这个地方去 那么我就有了function 这个引用 我就有了这个index 这个函数的引用 你只有引用 是不行的 因为你最终还得映射到 最终你还得找一个东西 叫做index.ty 这个字典 才行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就给大家出现了一个词语 叫做什么呢 叫做映射 叫做映射 映射 这个 那么这个映射 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你就通通理解 上有对头 下有震头 就行了 立竿见影 立起个干的 就有个影的 这一定是这个道理 叫映射 那么什么意思呢 来这个请求 掉用谁 来这个请求 掉用谁 听得清楚了吧 这就是所谓的映射 这就是所谓的映射 接 我来一个index.py请求 我将来映射的 就掉这个函数 你如果用这个装饰器 装的时候 你这里边只知道函数名 但是你并不知道 你将来对应的 哪一个字无串 请问这个映射 还能配对吗 就不配对 就是来什么 我推出啊 不知道 因此怎么办了呢 我在这个装饰器 装饰的时候呢 在前面写上参数 这个是不就解了吗 这就带上有参数的装饰器 带上参数的装饰器 解 我写的是root 写的是个root 那么这个装饰器的装饰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 要开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里边 有URL变量 那么URL就进来了 URL就等于谁呢 这个字无串写谁 就是谁 index.py 随着这个root函数的调用结束之后 我把set function这个函数已经返回来 那么我接下来拿着set function这个函数 对index进行装饰 当我在去对index进行装饰的时候 请问F1C变量 是不是变成了index 那么因此呢 接下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还有一个变量叫做index 是不是等于这个index函数的引用 引用 我这么写 你总理解了吧 这个地方啊 function变量 F1C 好了 那么这是两个变量了 当咱们再去装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变量就有了 对吧 往下走的时候 咱们是否真的关心这个函数呢 这个函数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函数一点用都没有 咱们关心的是什么呢 关心的是到这就行了 因为我最终是要确保 这个字典有东西 而不是确保你index函数指向谁 就是你index这个变量指向谁 我才不管了 我只要确保 我能找到你这个函数就行 听懂我意思了吗 因此当你在去装饰的时候 你首先把index这个函数的引用 你传给了function 请问此时的这个方式变量 是不是指向了原来这个函数了吧 指向了原来函数 那么我接下来就把 svture和这个指向你这一头的这个地址 那我就存在这个字典里面来啊 因此我用这句话 就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 咱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走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让咱们的index 是不是又指向了这个地方去了 index指向他 他又指向他 请问是不是对于咱们这个程序而言 根本就用不到这个过程 咱们对中想要用什么 你真正在去调用这个函数去启动的时候 你是通过index 你是通过index这么调的 还是怎么调的 如果你要是通过index这么调 那百分之百最终一定是调用这个函数 你说对不对 但是咱们是通过index这么调的吗 咱们是怎么调的 咱们是取的字典里边这个变量 是不是相当于对应的那个值了吧 取的那个value值 所以说通常你这个地方写什么 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咱们并不是通过index来调的 而是通过字典里边东西来调的 好了通常那么大家看 当我这个装置器装完之后呢 这个里边就有一个空间 就有了一个空间 那么对中的效果是 你的index的函数指向了这个空间里边的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回过头来指向了你这个地方 你说对不对 好了大家看 当我接下来拿着这个装饰器装这行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呢 是不是意味着又有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我先去调的时候 是不是拿的url进去了 那么请问url就等于 斜杠是不是center center.py 然后他有一个function就是第二次装饰的时候装饰完之后的效果 这怎么做通呢 index和center函数这个变量名引用 其实已经发生变化了 我以代是指向你 你指向他 我center指向你 你指向他 对不对 但是咱们字兔里边到底肯定是什么 咱们字典里边请问 困的这个东西是不是相当于直接指向你 这个东西是不是相当于直接指向你 而没有经过这个装饰器里边用的东西 你说对不对 那么咱们用装置器的一个核心点就用到了装饰器 他会默认为执行这个特点 让他执行一下 执行完之后 请问我是不是对中就保证了 我这个字典里边是不是有我想要的数据了吧 那就行了 那就可以了 只要你保证了这么一件事情 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很好办 在这个图当中我体现出了两个意思 第一个 用一个装饰器装 就有一个装饰器的 就有一个这个相当闭包的空间 这是百分之百的 那么我对中不是掉index 我最终也不是掉center 我是掉的字典里边这个变量指向的那个函数 你听到我意思了吗 这是两个点 一个是用装饰器装 那就是一个空间 用装饰器装就有一个空间 那你装两个 就是两个空间 就是两个笔包空间 还有一个是什么 咱那字典里边有多东西了 你写多行 这个地方是不是字典里边有多个东西了吧 咱们最终用的是字典里边的东西 还不关心你装饰器装的东西 如果你要是想加log日子 想加全力验证 当然同学们 你在这个地方加的时候 最终影响的是你手动掉 你只要不手动掉一点有没有 好了 那么大家再看这个 随着咱们的装饰器装完之后 我的字典里边保证有个东西 我接下来再去掉的话 这个字典里边有东西 我拿了字无串当做key 它的返回值是不是就是那个value 要么直接是你 要么直接是你的引用 那么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掉了吧 所以说就完成了这个映射 所谓的映射 你请求什么 我用什么来为你服务 你请求什么 我来为你服务 就像你去理发的时候 有指定的那个理发的那个师傅 对吧 你相中的这个师傅给你理的这个发型好看 来的时候 一号师傅给我理个发 那个挺好看 我找一号师傅给我理 那就是个道理 就是个道理 好了 同学们 这个地方咱们对中再完善一下 如果我直接这么写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挂 挂的原因在哪 如果这个key没有 砰就死了吧 对吧 那么懂吧 你可以写上try 对不对 可以想上try 那除了写try之外 还可以怎么写 try大家都会啊 除了写try之外 还可以怎么写 A等于 这点 Name 然后呢 老王 A 来上一个key XX 立马就废了 这就是咱们刚刚加 这个异常的一个原因 那不加异常不行吗 那你怎么保证 你这个key存在 我不加异常 绝对没问题 你只要是不存在 你还保证不了 那再设计不行 你说对不对 那么怎么做的呢 有个东西叫做in 有个东西叫做in 你看看 Name in A 出吧 XXX in A False吧 是的 也就是说明了 原来 哦 这么做 原来可以就直接 判到它是 True和False 咱们原来是怎么写的 咱们原来是在 对前面 是不是写那个A A判到的是什么 是这样 你没发现 什么判到这个结果 到底是True还是False True就成功 那False不就拉倒吗 那么这个时候 我接下来A 我再去写上 这个Name 请问 接下来如果我是打印的话 出100%就没问题了吗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写异常 也可以不写异常 用这种方式 都行 都行 我跟你说了 这两种方式都行 在这两种方式都行的前提下 我用哪种好的 他们还是用异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异常可以进行传递 我如果调用了这个 只取出来的这个函数 假如说这个函数里边 你有一个地方 没有判到异常 请问 我这里边产生了异常 我这里边没有刷 是不是就会传递到这个地方 来进行处理的 如果这个地方依然没有处理 这个异常 那么将来你的外部 你的外部框架就死了 就完了 砰就死了 那么同学们 是否也就意味着 如果咱们在这个地方 加上异常 不仅可以判断 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K 还可以判断 当成功的时候 如果这个函数在 定用的过程当中 没有处理异常 那么将来咱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手动给它处理异常了吗 或者说咱们保证了异常 你现在就做 你没有异常出来 来交给我 我就做 不就保证了成就不会死吗 所以说呢 在这两种方案的前下 它是异常了 更给力气 来写上try 如果你没异常 你就做你的枪 那exceptexceptsit 如果是有异常呢 那你也得返回一个东西 是吧 然后比方说 产生了异常 然后异常信息是什么呢 接下来写上个百分之 然后百分之号 strit 它们又是啥 我管你异常类型是什么呢 我统统给你找个字符串 是不是接下来打印 这个地方的拟趁 反到哪去 我为什么前面还在加个拟趁 不行不行吗 谁掉的你 谁掉的你 外部服务器掉的你吧 你不管你产不产生异常 还是没产生异常 请问你是不是都得给人家一个字符串吧 你要是没有东西返回 请问是否意味着 外部服务器里边 它就没有body 没有body 怎么返回给浏览器 那么最终必挂浏览器 立马会特殊那种异常的现象 听懂我意思了吗 好了这是一个特点 能不能再对这个代码再改改 我写这两号代码 我觉得恶心 改成一号 来怎么改 是怎么写吧 是不是哈利加快号了吧 这个事实解了什么 基本上就这么多 来试一下 好了啊 先访问正常的点点点 没问题啊 来访问个不存在的 是吧 产生了一场啊 产生了一场 这个key没有呗 那么接下来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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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key也没有呗 你说四个道理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给它换成正常的 index.py 这样就行了 这样就行了 好 那么这个呢 基本上咱就看到了这个现象 通过装饰器来做 先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